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23号的下午,今天是周六,我是文哥 那么外面的天气奔热啊,31度,石家庄,室外温度31度 确实一下子就夏天的感觉,丝毫不会给你一个过渡的感觉 就是夏天到来了 那么今天的周六啊,跟大家谈的什么话题呢 我就想起来聊聊这个一辈一辈的这种关系啊 就是我有父母在上,我作为中间,我下面有儿子啊 儿子有儿子啊,这么一辈一辈的关系 可能大家都会,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是吧 就是我在想讲的就是我们几代人之间关系该怎么相处啊 什么是较为让你感到逾越的这么一种几代人的关系啊 呃,总体来讲,因为生命的有限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我们按照80岁来算吧 80岁来算 那么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了啊 因为生命的有限,那么你跟你的父母相伴多久 你跟你的儿女相伴多久 再往下算,就是孙子相伴多久 他是有一个限的,有一个时间的限度在那里 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讲啊,我就说 呃,我们应该是相互融洽的啊 就是当你想到父母的时候 你心里是充满了一种温暖 充满了一种力量 并不是说你想到父母的时候 父母的这个什么 啊,钱财啊 父母的地位啊 父母的这个 那些所谓啊 身外之物啊 或者给你的什么遗产啊 或者等等啊 我想都不是了啊 就是真的是一种力量 一种爱 一种温暖啊 在你就是 每次跟父母对话也好 每次这个跟父母相见也好 每次即使就是说我们说父母不在了 你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温暖 我觉得这是良好的 再有就是我们如何跟上一辈啊 或者是我的 或者下一辈也好 又怎么去相处 呃,我自我的感觉啊 因为呃,上午跟这个 儿子是吧 也是视频 因为他不在呃,一个城市的视频 呃,聊天 他在谈一些他这个养育他的孩子的一些体会 啊,上次我也讲了 我都是非常的呃 呃,很很高兴的去听,呃,他这个 因为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嘛,是吧 他对他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这个谈了他很多的一些观感,这个感觉 然后就不自觉的就会,呃,回忆一些就是,呃,作为我和他相处的那个,那个,那个时间,啊,那个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自然的 就很自然的,就就是说着说着就说起来这些共同的回忆啊,共同的经历啊 我觉得是非常愉悦的 就是 我们 我们时常要去提醒自己,就是你什么时候,或者你多久没跟自己的父母啊,这么初期的相谈啊 未必是见面,也可能是视频里啊,或者是电话里啊,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去做这件事了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工作忙啊,或者这样的事,那样的事也好 可能有的时候就 忽略了啊,就是父母好像都在 他一些都正常,好像你也就觉得 无所谓了,是吧 有这种感觉吧,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有 我觉得 嗯 嗯 少打一次电话也没所谓啊 但是 其实我想想有时候也不是这样的 刚才我讲了,每个人都有年限的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你会发现你跟孩子啊 啊,或者你现在是孩子,你是你跟父母啊 其实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 在有限的生命中,真正能够在一起的时间是不多的 不多的,让我们一样能够去认识到这个问题 认识到还不够,还应该去积极主动的去创造这样的机会 啊 在我们说都健在的情况下,都健康的情况下 我们去多为彼此啊,做一些事情啊 啊,就是我的,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或者我的做法就是怎么样 就是说,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会带父母去做一些他没做过的事 去一些他没去过的城市啊,等等 就是以我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条件等等去愿意做这样事 跟他一起去啊,跟他一起去,不是说是让他们去啊 是跟他们一起去分享这些共同的经历,多一点共同的回忆 是吧,这样哎,之后都会在一起谈啊什么都是很好的啊 那么我就想,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 就是在你觉得有能力的情况下 你也要去带着孩子去共同去经历一些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很多时候,小孩的记忆是很深刻很深刻的 啊,为什么 十岁小孩有经历的,对吧 我们今天我就是跟跟儿子聊天 他就说他带他的孩子 他孩子才五个月大 他带孩子和老婆就去了 我带他曾经去过的一个海边 啊,一个就是 可能是很很很 很难得去的那个地方 他也很想去的地方 的那个海边,海边然后见到了什么海鸥 见到什么海豹啊,这些 他十岁的那个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 他就有条件啊 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 又重又重温了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 呃,一代一人,一代一代人的这种 相处吧 或者他的这些回忆啊 就是普通家庭就是这样子 是吧 能多一点这样的呃 在一起的时光 然后尽你所能 是吧 去把这个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 让他们跟你在一起 共同的去经历一些事情啊 去做一些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很幸福 很宝贵 很值得去 回头去呃 回忆的那种美好 是吧 不要去呃 没有了啊 等你没有了 对吧 咱们有一句话就是 呃 如果是我自己的父母亲不在了 你又又后悔这些事情 或者是 还有一个是死后的什么大操大办 我觉得这都是不提倡的啊 作为我个人 我是觉得不提倡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对生命这个本质都是认清认得非常清楚 对吧 没有来世 只有今生 而且今生又是那么的短暂 你跟你的父母 你跟你的孩子的这种 啊 包括老伴啊 等等这些啊 就是 我们要珍惜 我们要尽量的去创造 更多的机会去一起分享 啊 我在网上啊 或者视频上看到很多就是那种 呃 自驾啊 那种什么开着房车啊 很多这些老夫妻啊 有的七十六岁了 我都看得非常感动啊 有的是带着他的父母啊 就是 去做这些事情啊 就是 呃 普通人吧 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 我们不要去做一些 让别人去评论的事情 我们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呃 让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开心的事情 对吧 呃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内敛 是吧 就是不太愿意表达情感 包括对父母 包括对孩子什么的 呃 今天我呃 我的孩子给我一个 呃 怎么讲呢 就是在在聊天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 他就说好像做父母的 都很少跟孩子啊 去表达 去问 问也是一种 总是担忧的问啊 就是你自己是怎么了 这个这个 就是 很少问到就说 你快乐吗 你高兴吗 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你觉得 你好吗 就这样的问话 我们这个东方人的这种习惯 文化里确实很少 我也觉得是很少啊 所以我就 开玩笑的 我就问 我说你好吗 你开心吗 啊 就方向我们 你看 呃 孩子啊 这个 总是在为孩子操心 给孩子规划 给孩子这个什么 呃 谈恋爱 结婚 生孩子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啊 其实真的是没有必要去操这么多的心 是吧 就是你去 他 就是孩子 他做什么 你都是问 你开心吗 对吧 他成为什么样 或者是不做什么事情 你不要把它跟所有的人好像都一样了 你才开心啊 他就得谈恋爱 结婚 生孩子等等 就这些东西啊 我们大人就是老年人天天都是担心这些事情 是吧 这个东西在这一代人身上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不要的东西他们也知道啊 你就是在那里 我们经常什么对那些大龄未婚男啊 未婚女啊什么这些啊 总是抄不完的心 总是问问问问到最后就是 你俩没话说了 问到人家不想回答的问题 问到人家那个所谓伤感的问题 何必呢 是吧 我想说何必呢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啊 最后就是不管怎么样 一个家庭里的这个成员之间 我们尽量的去共同创造一起的这种 分享的这种体验啊 旅游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去对话啊 你尽以所能啊 为父母为孩子 当然你自己也要过好了 对吧 就大家都开开心心 在身体健康的状态下去过好每一天 珍惜彼此 好吧 谢谢大家